欢迎广告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天籁新主打 那今天我们的大来宾呢请到的是刘涛 刘涛呢不仅呢他是演了很多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 并且呢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单曲 是今天他也做过我们的天籁村和大家聊聊察官音乐的故事 其实讲到刘涛他也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艺人 嗯没错包括之前呢他的丈夫工作出现了一些难关 是身体上也出现问题但是他一直不离不弃 嗯陪伴在他的身边保卫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刘涛从他的身上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女性内心的power 是非常标准的一位中国式的贤妻 那到底他的音乐有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的新主打来看看刘涛 欢迎回来MTV天籁村大家好我是陈德飞安定 耶我是VG杨阳 是的其实通常来到MTV天籁村的都是一些这个歌唱歌的 对对不对跳舞的 今天不一样 今天不一样 她是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上面经常看到的一张脸 对今天来到我们村里面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我们村里面像马祖庙嘛 那么欢迎我们刘涛 欢迎刘涛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刘涛 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知道我有多勇敢 其实刘涛我们通常对她的影视作品会比较熟悉一点 对像最近好像也嫌妻 对不对然后马上这个老有所一也即将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这次来到MTV天籁村他并不是要来宣传任何的影视作品 反正是要宣传哈全新的一个单纸 对勇敢爱琴就是小柯老师给我写的一首歌 当时我看到小柯老师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想写一首什么样的歌 我说就是属于我自己的 因为他说那你想表达什么 我说我觉得我希望表达的一定是一首关于爱琴的歌 是因为你一生里面你觉得爱琴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吗 还是 当然那同时我觉得就是会跟大家会有共鸣的 一定是一首情歌 这首歌也是小柯老师爱琴三部曲的压轴制作 因为像之前因为爱琴还有稳稳的幸福都太沉重了 你会不会有压力来做这个收官制作 我倒还好 因为就是大家都不会认为说我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歌手 所以对我的期望啊要求啊都会很高 所以反而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感觉很温暖 然后很真挚 其实这首歌是勇敢爱琴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玩票的性质 但你自己本身因为是文艺并出来的 所以你本身就喜欢音乐 所以接下来是有预计说除了这张单曲之外是有专辑的计划吗 其实本来我是没有想说先发单曲的 但是呢因为我的制作人他做我这个专辑他也很头疼 被我折磨了真的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他们也觉得有一点点沮丧 就说这么久了我们都还不开始做东西 还不开始 我说这样吧我说如果这个时候让我想发那首歌 我说应该勇敢爱琴会代表我 我说那就先发勇敢爱琴 先给大家听一听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单曲 但10月份的时候好像是新的专辑马上再跟大家见面 10月预计希望在10月底吧 10月底的时候 用爱琴这部这个MV也特别找到了一个 大牌导演 大牌导演 陈映之导演来吧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有特别好玩的一些事情 而且因为拍摄的画面其实挺美的 是超级温馨超级浪漫的感觉 对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的 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知道你有多勇敢 听着流言猫人飞鱼 碰着我的爱琴 你在里面有专门在扮演一个角色吗 还是说就是扮演自己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 好像导演没有给我台本 不像说拍戏 反正去到那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怎么样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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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我的镜头会这样会那样 他告诉我我就照着他说的去做 所以你刚才是讲说 其实像这支MV的时候你跟导演两个人是在沟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也算是你自己个人的创作 所以其实这一次跟陈英之导演合作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他很聪明 然后他要的东西其实都还挺温馨的 然后他让我拿着玫瑰 然后让我就各种各样的小细节 然后在我拍完之后 他还补了一些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有的画面 所以当成品出来以后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色调的各方面 我还蛮好奇的这个勇敢爱情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吗 为什么不找一个男主角来搭一个戏什么的 他当时真的有找一个 找一个 你不满意对不对 我不是不满意 我觉得任何人都代表不了我的 我的另一半 我觉得他要在我身边我会出话 我就觉得说的就不是我自己 就我觉得我哪怕是只是一个影子 或者是我设想的 任何 都比不过 我就不要有一个 不是我爱人的男人出现在我的画面 跟我假装演爱情对不对 对我不喜欢 所以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非常属于 刘涛个人代表你爱情观和生活态度的一首歌曲 好不过其实今天跟刘涛聊了很多有关于勇敢爱情 其实还有MV的部分 但实际上面的刘涛他自己本身当然有很多影视上面的作品 以及他生活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刘涛呢 我们在明天的MTV天类村一一为大家的揭晓 所以一定要锁定明天MTV天类村 我们再次谢谢刘涛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MTV天类村 我是深沉飞安迪 我是VJ洋洋 是的我们其实在昨天的时候跟我们漂亮而且又娴熟的一个大家人妻的一个榜样 多新艺人 对 对来聊了一下 那我们今天也要聊一下他在影视上面的作品 以及呢他在生活上面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欢迎刘涛 大家好 我是游涛 我又回来了 耶 其实刘涛之前做了很多的影视上面的作品 其实都有一些古装的部分 是 对不对 那最近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会看到什么 新装剧啊 或者是一些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老有所欲啊 其实都是比较时装一点 是你最近不打算想要回到古装了吗 其实之前我拍了太多的神话剧了 就什么白娘子啊 包括长娥啊 包括观世音菩萨啊 然后包括妈祖啊 就是一系列的神话剧 我希望去变化一下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拍一些生活类题材的戏 所以今年从去年底开始吧 就接着 今年天使降临啊 老有所欲啊 包括现在的时来运转 或者有可能接下来还会接的 也还是这种现代题材的戏 我觉得每个导演还会想要找一个演员去演那个角色 一定是可能个人一定会在你身上看到某一种素质 是跟那个角色是像的 所以你觉得说你生活上面是不是有哪些素质 其实是跟古装会比较像一点 可能就是样子就是笑起来会偏温暖一点吧 就像那种不是大小的时候 然后人还比较温柔一点 所以其实你私底下跟我们大家在荧幕上面的那种嫌弃的感觉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有有有类似的部分 但是也也有一些就是就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很放松的 我要属于我的爱情 我要真正的爱情 分不故事 怎能履行 不管别人如何说去 我要属于我的爱情 那真正的爱情 人还茫茫 天润天润 做不成全的 这一点小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 小孩子的教育啊 我相对是比较严厉 但是我要看孩子的表现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看他真的有点不高兴 或者真的有点着急的时候 或者他他很要面子 其实孩子也是要面子 对对对 真的 就是比如说两个小朋友打架 哎呀谁谁都在争这一个东西 其实谁都无所谓 但是就是要争 面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你就说 姐姐啊你要让着弟弟 我就不让他 我不我就不让他 我不 然后弟弟也说我不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要看 不我习惯于就不管谁犯了错误 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受罚 受罚是怎么样罚法 就是拿手心过来 拿手心其实也不疼 但是呢 打是不疼的 但是样子是比较凶的 然后呢就说你为什么不看好他 你为什么不看好他 就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去引导他 然后基本上 就比如说他要真的过不去很 要这个面子的时候 我就会用第三种方式想成说 哎那怎么会有一个那个我昨天怎么没看见 然后就让他把刚才这件事情忘了 对忘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会说 但是你还是一个慈母啊 我看不到任何严慕的表情 对啊 而且他很适合做老师有没有 很有耐心去教育小朋友 我跟你讲他所谓的那个严慕 他就是来 你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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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上假装很严厉 对 刚刚他也说了嘛 其实打着不疼的 只是这是演员才会做的事 对 别的妈妈可能演不出来 你会吃你的小孩子的醋吗 如果小孩子他会觉得说 我喜欢爸爸 那你会吃这种醋吗 其实这个不会 但是呢有就是经常会有人问 哎你最喜欢谁呀 就会排位嘛 我第一喜欢爷爷 第二喜欢奶奶 反正当你排到不知道第几位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你就会赶紧问他 你再说一遍 他就听懂了 我第一喜欢妈妈 妈妈妈妈 他掉回来 我也会跟他说 不会 你还是应该说 第一喜欢爷爷 第二喜欢奶奶 因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就应该怎么说 你不用觉得说怕妈妈不高兴 你就说这些 这就是刘涛用他自己这个严母教育方法 对 让小朋友很受感动 不过其实这一次呢 我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其实刘涛他今天来 那当然说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全新的这个单曲 这就是勇敢爱情 希望大家除了关注到我们刘涛他在影视上面的作品之外 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歌声上面 其实挺厉害的 是 对啊 应该早早出唱片 非常认真在做这张单曲 对啊 没有诚意 好了 不过我们在这边再一次谢谢刘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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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